大家好 我们家的菜地里面呢 它自己长了一颗金鱼花 这边有一颗 然后那边有一颗 那个 门口那边的里面也有一颗 长得很好 你看这里 好香好香哦 但是昨天晚上下了一阵雨 昨天我说要摘 但他们说早上摘最好 所以我又没有摘 留在今天 你看现在被雨水打过了 有白的有黄的 黄的是 因为这个雨的它开花都不是 不是很统一嘛 它开久一点它就变成这个颜色 刚刚还是这样子的 还没有开是这样子的 刚刚长出来的花苞是这样子的 摘的吧 真香啊 真的香 花苞也摘 花古朵也摘吧 开了花的香 没有开花其实闻不到香味的 你闻这个花苞根本就没有香味 泡茶就香了 嗯 但是这个开了花的你就这样闻都很香了 泡茶肯定就更香了 等一下你手都香了 我昨天摘一点 手都香香了 上面有一些水 那好不好 别人还以为我喷了伤水 真的香啊 这种鸡银花它是有两种 我们这边是有两种 有一种这个藤呢 它是像那个树枝一样比较硬的 光滑的没有毛 像这种它是有毛的看到没有 有毛毛在上面 叶子也是比较软比较细的 另外一种叶子也是比较硬的 耿子也是比较粗的 这个叶子也是有毛的 那种叶子也是光滑的 这一棵好像 像去年我们种菜的时候 已经把它把它砍掉了 它又长起来 每年它都会长 都不知道它那个头 从哪里长起来的 这个栽还有点慢呢 我跟你说 慢慢来好事不在忙中 叶子也丢进去吧 我是小心翼翼 怕有叶子 其实叶子也可以 我一摘我就摘光了 开花的没开花的 统统摘了 不知道都是以为是我们种的 其实这个是野的 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个的 很小时候就有了 很小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拿这个 我们当蜜蜂 知道吗 当蜜蜂 拿着花来吸 又香又甜 真的 里面有的 蜂蜜 从今年开始不要砍它了 让它继续长大吧 你每年砍 你看砍了几十年 它还这么点点多 年年砍它 从今往后让它 继续长大 明年就更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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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棵 漂亮 这么多发包 两棵金银花得这么多 两棵小小的 嗯 但是这棵两棵很小 不过现在新鲜是这么多 等它干了之后 这么小抓抓 好 再上厂去找一点吧 嗯 鱼啊 要准备了 还不准备了 那是一个 帮忙了 我刀 要刀啊 刚才上刀刀的 我刚刚又买了一些鱼苗 草鱼苗 断了 断了 那我们一会走的呢 这就走的 那我给它 对 这行我 对 这行我 再一走 你还刀刀刀刀 这个老师来说一台的 我去 下鱼 可以走 这我走 我走 等我 我想上鱼 等我 等我一分 我上鱼吧 金银花 还有很多的 嗯 哇 这颗金银花好大 你看 有可能 有可能我们摘不了 太高 我摘不到 我没有拿链刀来 诶 那里的 那里的 这里的 拉得下来吗 可以拉 可以拉 这个好像有点不一样吗 一样的一样的 好 不要按那么近 香 香 那都是香味 那里好多 我们摘不到 摘不到 太高了 是不是有点过了 嗯 有些过 主要是昨天下雨了 把这打了 有些给打坏了 昨晚下 狂风暴雨 我们想早点来的 看这可能来不了了他们 不不了了 然后汤原带他来真的是不是对的选择 他一个天在喊着要吃野果 那哪里找野果啊 还有啊 还有几个 来嘛 看看 吹一下啊 看有没有马鱼 这个地址呢 把这叶子处理一下 上锅蒸一下 然后再拿来晒干 今天这种天气可能是没太阳晒的 一会我就直接拿烤箱来烤吧 有点点叶子也没关系 其实以前老人家就是 连这个藤一起拿来煮水服 嗯 我们都煮过 这也没事 就拿灯来煮它 但是好像没有叶子好看一些 剪一部分吧 有部分就算了吧 有没有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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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好的金银花 拿出来把它晾晒干 我带金银花吧 这个就是金银花呀 都晒了 嗯 好干啊 我不想干的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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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泡水 还不去干 这个就可以泡水啊 干了只有一点点 这个因为比较烹 所以这里就 二两多 二两多的茶叶 很香 很香 两大篮只有二点 嗯 昨天那两大篮 这里有二两多 我撑过了 有二两三 一天 让我来 三四 四 四 你